Hello 各位早晨 這齣《The American Side》是一齣很奇怪的電影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齣電影很難 有些部分的影評人在大讚這齣電影 其實我是知道為什麼那些人大讚 而我覺得他們覺得這齣電影是OK的 其實是瘋狂的 稍後就跟大家講解一下為什麼這齣電影很難 根本上是不能看的,是一齣拍攔的電影 但是那些人為什麼又會喜歡 為什麼他們喜歡無理呢? 這齣電影的故事主要是Focus 在男主角的身上 他的名字我都不懂得說 是個很不型的 但是他又經常在扮型的光頭佬 這個人說他是做一個私家偵探 其實我不太清楚他調查什麼 但是他調查的其中一件事 其實是比較像捉黃腳雞 他就是跟脫衣舞樑合作 有一次在他做這些行動的時候 他的夥伴脫衣舞樑失蹤了 疑似被人對立了 然後他就不斷調查 並且越調查越多 又調查到跟Tesla 即是那些研究 跟神秘學科學有關 但是我是不能夠 即使是我想穿巧 我也不能夠 因為他的故事是說到1999 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在畫面上 你看到這個男主角急急腳 好像很有氣勢 很有型的 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 然後跟某些人有些對話 而你是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而他說完那些事情 突然間又去了另一個地方 而跟他之前的對白 是沒有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所以整齣戲就覺得 整齣戲就覺得 這個主角好像在瞬間移動 一時突然間又去到場 然後下一個景 突然又去了瀑布 然後他又去了別人家 但你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去那些地方 你是完全跟不上 那些演員 為什麼我會看這齣戲呢 其實最大原因就是 他在卡士裡面 就包括有女神 Kamila Bell 我很喜歡Kamila Bell 我覺得他是超美 我不知為什麼他不紅 他拍很少的戲 所以這齣戲我聽說 他有個角色去做 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找來看看 他當然是非常漂亮 但他的角色是沒有東西看 並且他演得很差 即使是女神 我都需要這樣說 演得極差 但這齣戲周邊的角色是不重要的 因為主要是那個主角 主要是Focus在他身上 我不明白為什麼主角會找這個人來做 因為這個人是醜 是完全沒有Trump 是不能看的這個主角 是做得極差 沒有演技 沒有型 我覺得找他來做 說不定是他懂得那些幕後製作 或者是他有錢出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找這個主角 總之就是完全不好看 他這齣戲的風格 我講一下為什麼有些人喜歡 我理解為什麼有些人喜歡 雖然我不同意 這齣戲的風格 就是拍那種Film Noir 或者New Noir 那種 那種 偵探片的感覺 無論在手法上 音樂 那些情節 例如有個主角 走來走去 在查案 那種 那種感覺 他有拍出來 並且他在裡面 應用了很多電影密碼 例如這一幕 好像是抄 不是抄 不是抄 是向那個 希治國 某一些電影致敬 這一幕又令我想起 你不說別的東西 你只看這個WARPAPER 你看他右下角那些字 The American Side 你看他有個人 背後有一架飛機追著他 如果你是喜歡希治國 那些懸疑偵探 那一類的電影 那你就知道 背後有一個電影的 有一個密碼 這齣戲裡面 就包藏了很多 那些 那些東西 所以有些看電影很多的人 好像 那些電影評論人 他們就覺得 很有趣 我認識 我認識 但是 你平心而論這樣說 我明白 當你看到那些東西 你會覺得 是有趣 對那些人來說 有個趣味 這一方面 我是能夠了解的 但是這齣戲都要看得 才行 因為這齣戲到底是一個故事 你說到尾是一齣電影 不是一個猜謎遊戲 這個不是一個iPad遊戲 這個不是一個電影APP 不是給你玩 不是遊戲 你這齣戲要有合理 有角色 有對白 有情節才行 不是一連串 然後叫你猜謎 你故意覺得很過癮 你是自我滿足了 你覺得 哎呀我看很多戲 要不然我怎麼認識這麼多 我知道是很過癮 但是在客觀上 這齣戲是一齣爛戲 的確是 有很多戲都是這樣的 甚至你說星球大戰都可以 是吧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 星球大戰裡面有很多 references 是refer 即是那些西部牛仔片 裡面有幾幕 根本就是抄字 the good the bad the good the ugly 他有一些場景 也跟日本武士片 那些類似 你懂得看 你就會覺得 裡面很豐富 但是你即使是 pick up不到 那些references 你看戲不多 你不知道他 原來是向其他電影致敬 但是Star Wars 星球大戰這齣戲 本身 即使你是pick up不到 那些東西 它本身就是一齣好戲 事實上是 但是這齣不是 這齣是一齣爛片 沒有故事 沒有角色 沒有對白 完全不合理 哈哈哈哈 根本不能夠成為一齣戲 因為裡面有些電影遊戲 給你玩 你不能夠 純粹因為那些 有些這樣的東西 在這裡給你玩 然後你就 給這齣戲高分 我覺得是不合理 如果我給分的話 這齣戲只值得些 根本就是下載了 而我給分的話 非常苛刻 你要記住 因為我是一個很色情的人 我很喜歡看美女 而她這齣戲裡面 是有commute bell 我都給這麼低分 你說這齣戲是不堪得多厲害